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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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去日本的 今天我跟文當要帶大家去日本的 阿卡爪本堡 我們這次來到了五藏小山店 阿卡爪本堡應該算是日本最有名的 賣嬰兒用品的地方 很多種類的地方 我們在拍影片之前呢 其實就已經來過很多次了 搞不好還要買送給朋友的禮物啊 還是自己的小孩想要用的東西 那就想說可以拍影片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們這裡到底有什麼東西 雖然很常在網路上買東西 但是因為我們兩個都很喜歡這樣子 邊看邊逛就可以邊買的感覺 所以就也很常來店鋪這樣 店內結構広くて見やすいから なんかふらっと寄って ふらっと見るだけでも全然楽しみ じゃあそれでは行ってみましょう 行ましょう! Let's go 首先他們這裡有賣非常多的衣服 我們先來看一下小朋友的衣服 欸我每次來這裡都快要瘋掉 因為真的超多東西可以放的 好多東西可以放的 這個是襪子跟鞋子合一耶 叫做Sox shoes 你看Pooさん也有 喔好可愛唷 這個太太人踏んだらPooさん很高くなっちゃ 這個可愛唷 持ちに開けたい でも子供ってすぐに足大きくなっていくんでしょ そう 結構寿命短いんだよね それでも買って開けたいんだよね 大家看這裡還可以幫忙量小孩子腳的尺寸 三個月就要量一次唷 那這裡有個表 大家可以直接對照這個表量 一杯靴あるね ねー可愛い 他們的鞋子種類真的超多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只是一小分類而已 這裡還有 全部都是 那當然那裡還有 就光鞋子的種類呢 就這麼多了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還有雨靴 超可愛 超可愛 這是花瓣蟲蟲 這是日本的原本 日本的 哇種類很多耶 好可愛唷 讓小朋友可以好好享受雨天 這裡也有傘 可愛いねー 文章現在拿的這個傘呢 是五六歲的小朋友用的 名字描くとこもある 喔好可愛唷 確かにね 子供結構傘しやすいのね 那忘れちゃうかね そうそう 剛才文章拿的那邊完全是雨傘 那這裡呢 是可以當成陽傘 也可以當成雨傘 有抗UV的 產品的部分呢 都有寫公分數 像這個的就是45公分 這裡還有賣雨衣 哇我覺得大家來這裡 應該會買風 可愛い 恐竜だ 喔可愛いねー 餅どれが好きかな 餅にぴったりだ 那除了一般的鞋款之外呢 這裡還有靴子 因為日本的冬天都非常冷 有些地方會下雪嘛 所以他們可能就有出這種靴子 欸好可愛唷 我覺得當爸媽就是 有時候會捨不得買東西給自己 可是就會瘋狂買給小孩子 對 那他們的鞋子賣場這裡呢 有可以接兩小朋友的小的大小的器具 欸好可愛唷 有最小的尺寸 到比較大的尺寸 大家可以看見小朋友 適合哪一個 OMG 帽子超可愛 欸帽子床了也好多喔 好可愛唷 可愛いねー ルーちゃんが前欲がってた ウサミミ ウサミミ可愛いねー でも餅はこういうのじゃなくて かっこいいやつがいいなー 分かるあれ野球の帽子でしょ 昔俺これ持ってた これ餅好きそう これなんかねー 記憶にある あとこういうねー 恐竜のやつも好きだった 這裡還有賣帽子固定器 他們這裡的工資還滿多的 就是跟帽子相關的呢 都會放在這裡 次は フォーマルスッドレスです なんかこれドラマとかよく見る これー もちっぽいな ねーかわいい フォーマルの服なんか 基本的に学校に着させていきたいわ ジャケットかっこいいよね 大カット開けたいなー 本当に いや可愛いなー 私もこれが一番好き これ可愛い 次はパンツコーナーです 對 裤子的種類也是超多的 大家看這裡長隊都寫得很清楚 大家就可以依照自己的小孩身高來挑選 單單的生活日記 これ不常見たことある ロンタン知ってるよ ロンタン可愛いよね 可愛い大好き あとこれディスニーマル めちゃ可愛い ディスニー やっぱ子供ってシマジロとか好きだよね 子供ってシマジロとアンパンマンが好きなんだよ 微妙に この二つあればもう喜ぶ 笑い 我想問一下各位父母 到底是怎麼忍住買小孩子的東西 不要買太多 我覺得 每個都好燒喔 然後大家看這一區呢 還有賣小朋友的外套 就其實他們這裡種類真的非常的多 有配合各種場合跟氣候的衣服 大家來日本的話可以查一下 你們住的地方比較近的 アカシャンホン不在哪裡 真的會買到爆料超讚 サンタクロースだー 哇可愛い これ餅にぴったりだ 雪だるまにもなれる 可愛いな 就是每個節日都很想要給小朋友 好好打扮拍照當紀念 那剛才帶大家看的是外出服 這一區呢是小朋友在家裡穿的衣服 其實因為現在小孩子還沒出生 我也不知道小朋友到底 實際上會需要什麼 但是就是這裡呢 分類分得很齊全 所以不管缺什麼來這裡找就對了 これルーちゃん ルーちゃんっぽいね 那這種口水晶呢 就非常適合拿於送禮 我覺得送禮送口水晶還蠻適合的 因為口水晶真的是一個不缺多的東西 これストレッチ素材だから 寝返りする時に なんか擦れるとさ 痛いじゃん うん そういうのを経験してくれるみたい 可愛い マーカアイよ 超可愛 これ欲しい これもちにあげたいめ いやー 多分ヨダレだらけ 天哪這裡還有斗篷 太可愛了 大家看他們這裡廣告詞還寫 要獨佔大家熱情的視線 那日本這裡呢 有一些他們自己的節慶 包含像可能比較有名的753 都會需要一些衣服 像小朋友生後7天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命名室 生後30天要去神社 おみやまいり 生後100天呢 要おくいはじめ 那生後一年呢 就是一歲嘛 有生日 配合各種他們的習俗 那這裡呢 也有販售他們習俗 會穿到的一些衣服 那我們逛完衣服這裡呢 就有玩具區 這個現在呢 是人氣No.1 還是送禮第一名喔 這裡是飲食用品ですね 我也會一直使用 這個小孩生出來之後 真的要一箱一箱的買了 因為尿布的品牌 真的非常多嘛 他們這裡也很貼心 有提供各種品牌的尿布 可以實際給大家 用手摸摸看 它的觸感是如何 而且這裡還有寫 新生兒的話 一天他們會用圖片 就是可以讓我和文當 這種新手爸媽 什麼都還不懂的 就可以實際來這裡 摸摸看 測試看看 看哪個比較好 這裡還有XPP的紙巾 這是 おしりふきを温めるもの おしりふきが温かいと 汚れも打ちやすい すごいね こういう商品もあるんだ 那這一區呢 是小朋友的洗澡廁所區 像這邊就有洗澡的水溫 溫度計 好可愛喔 還有像這種洗澡海綿 很可愛耶 它的名字還叫爸爸ラテ 爸爸幫忙洗澡 當然是媽媽 還有賣很多沐浴劑 包含這裡還有洗澡盆 有沖氣式的 也有像這種 直接是塑膠液體成型 那除了剛才那邊呢 這裡還有非常多寶寶的 沐浴用品的品牌 那它都可以這樣慢慢逛 還有像李魯時的冷凍格 還有一部幼兒的牙刷 多分用手指 有很多東西 有很多東西 真的有很多東西 剪低50的時候呢 需要用個剪刀 就有這麼多種 那這是不會讓廚餘臭的袋子 然後也有像這種 是可以用膜的器具 還有像這種 餐盤 跟餐具 哇 超級的耶 真的耶 那接下來正式進到 小寶貝的食物區 首先呢 這裡有滿滿的奶粉 奶粉應該就 不用跟大家多做介紹 我覺得這裡滿酷的是 他們有非常多的飲料 像他們有小朋友可以喝賣茶 我覺得超酷的 日本人真的是 不管什麼年紀 他們都在喝賣茶 然後還有這種 小飲料給小朋友喝的 欸我真的是看了 我自己都想喝 OMG 茶犬 大家記得嗎 那這個可能有點年代了 可是我小時候就是超紅茶犬的 然後是小朋友最愛的 麵包超人 像這種除了果汁之外呢 他們也有這種 科爾比斯 給小朋友喝的 那這邊食物呢 滿特別的 是不是只有嬰兒優 給一般小朋友了 就是小朋友會喜歡吃的一些東西 像是咖哩 還有神奇寶貝的泡麵 你看 你看 這個一輩子的ケチャブソース也有 對 這是広島的有名的 湯湯湯湯湯湯 超酷的 這也是小朋友的 広島的味道 我忘記了 然後各位 滿滿的副食品區 牛肉すき焼鍋 你看 這是一輩子的 北海道玉米奶油 義大利麵 這個也是小朋友 到一歲開始就可以吃的 那他們這裡同樣很貼心 像這裡就有列出 這個綠色的 全部都是 七個月的小朋友就可以吃的 那像 橘色的呢 全部都是五個月的小朋友可以吃的 這種真的就是 媽媽們的福音耶 這個呢 是桃子 還有白葡萄和玲乳食 這個也是七八月開始 小朋友可以吃的 加熱湯之後呢 攪一攪就可以給小朋友吃了 喔 這是我以前好好的東西 我以前好好的東西 小零食小點心 我以前好好的 小米粒 好可愛喔 小病毒和細菌的小餅乾 幼兒用的Biscuit 你看 這裡有很多形狀 這是小朋友好嗎 小朋友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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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是小朋友 從一歲開始就可以喝的果凍 不懂日文 大家在買東西也很方便 因為它漢字呢 其實都是寫得滿清楚的 那這裡呢 是小朋友房的用品 最好優勢 基本上都可以買掉 所以這幾個不可以選擇 這樣可以選擇 而且裡面哪些小朋友 其實很有問題 買的 但這網子是最好 我很喜歡的 我來做小朋友 好像有點小朋友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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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超級的 這裡可以使用 看 世界的心情寫 超級波網絡 很可愛的鳳梨 喔! 看起來了 哇 好可愛喔 而且還會放音樂 哇 寧得大了 哇~~ 那接下來這裡還有非常多嬰兒車 還有可以放在家裡的椅子 還有各種器座 就是你想到跟小朋友有關的東西 真的全部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那像這一區呢 是媽媽用品專區 他們這裡有很多孕婦裝 還有賣這種褲子 肚子變大之後也可以沒有負擔 穿得很舒服的 其實肚子開始變大之後 真的還蠻難買衣服的 所以我的時候呢 就是也會來這裡看一下 那因為現在是冬天了嘛 那他們也有出這種 就是媽媽也可以穿的毛衣 而且我覺得他們的設計呢 其實都還蠻可愛的 就很可愛的同時呢 又不會給肚子很大的負擔 而且它價格也不會很高 那這件衣服我覺得還不錯的 大家看它是可以餵奶的 就你要可以把它這樣拉下來餵奶 那這裡有懷孕的時候 可以吃了一些保健食品 我也還蠻常會來這邊買的 然後大家看一下 他們這裡有寫 從懷孕到哺乳的時候呢 需要的營養素 我覺得他們都算是寫得還蠻清楚的 然後還有這裡呢 是沒有咖啡因的茶 因為日本人真的非常非常愛喝茶 我真的懷孕之後覺得 要找到沒有咖啡因的飲料 反正是一些非常非常難的事情 那這裡還有媽媽懷孕的時候 會需要的一些身體的保養品 像是乳液啊 還是認成油 我記得在買一些日本 針對懷孕的孕婦出的雜誌 他們裡面會出很多 像這種品牌的試用包 大家就可以先用試用包用看看 看自己合不合再買 那這裡還有賣很多抱枕和孕婦枕 孕婦枕我們家已經有了 所以我就沒有另外買 你們的孕婦枕 孕婦枕也很難買 我感覺很舒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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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區呢 就是比較偏向內衣的部分 剖腹完穿的內褲 還有剖腹完這裡 用來保護肚子的袋子 那這裡還有出產之後 想讓肚子回復到原本的狀態 他們有提供的一些輔助品 像這個也蠻貼心的 有一個出產準備的list 要去產院準備生小孩 之前需要準備什麼東西 他們這裡都寫得還蠻清楚的 我覺得真的是很貼心 這個帶一本回去 這個帶一本回去 這個也就出產準備完璧了 他們這個嬰兒背帶的地方 有一個假寶寶可以試背 很舒服 我們文當很有爸爸的感覺 很舒服喔 好 現在已經帶大家看了 大家的公園 他們的東西真的是太多了 在這裡 出產前到出產後 有很多商品 所以我覺得很便利 因為我跟文當的新手伴媽的關係 很多東西其實是真的都不懂 他們的商品附近就有很多說明文宣 那我不懂所以也可以問店員 我自己是真的還蠻推薦 大家要買跟小朋友 不管東西可以來這個 阿媽叫紅包 那謝謝大家看這支影片 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 掰掰